不知道是在第几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跳高 游泳 短跑等多项比赛的冠军 全部都是突破了人类的极限 创造前所未有的新纪录 这让人们乐水沸腾 感叹人类极限的神奇 这些创造奇迹的运动员被关于超人类的名号 男主黑杰克并不关注电视里的热闹 毕竟跳出了7米的世界高度 这是牛顿棺材压不住要摆脱地球引地的吧 时间能耐一转眼 距离上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 已经过去了两年 因为这两年以来音乐 物理 绘画等各个领域 都出现了超人类般的天才 一个夜晚有个叫加露的女人 已经是第五次打电话到黑杰克的家了 但是加露只说了一串号码 和准备了一张空白支票 并未提及病症 身份 所以黑杰克并不会电 随后有一位曾经的患者丽莎 大夫妻罗扎给黑杰克打电话 说丽莎的病复发了 请求她就丽莎 黑杰克听完一脸震惊 因为当初手术做得很成功 是不可能复发的 黑杰克感到罗扎家时 丽莎已经病危了 丽莎的最后一句话是 黑杰克医生 您也是超人类吧 一定能救我对吗 可说完 丽莎就死了 黑杰克对丽莎的尸体进行了病理解剖 发现丽莎的所有内脏都孤解了 完全找不到任何病因 本大两年前的丽莎内脏都还很鲜活 黑杰克心情沉重 他把两年前收的15万美元手术费 全部还给了罗扎 但是罗扎一家还是很感谢黑杰克 还把丽莎生前的最后一幅画 送给了黑杰克 不久以后 有两个画商找到了黑杰克家 要以50万美金的巨额收购这幅画 这时黑杰克才知道丽莎是被称作绘画天才的超人类 从丽莎开始 黑杰克发现超人类的死亡案例 似乎他开始逐渐增多 那个跳了7名的运动健将利格拉斯 也在电视上出现全身怪汉 下台后就十分痛苦地被人抬走了 而抬走他的人 就是一直打电话给黑杰克的加入 加入在这之后再次给黑杰克家打了电话 他就要问黑杰克要不要一起追逐梦想 但是黑杰克依旧没有回电 在黑杰克去纽约进行手术的中途 加鲁突然出现插手和他的手术 在黑杰克面前 加鲁完美地完成了手术的剩下部分 于是加鲁这才引起了黑杰克的注意 跟他共进晚餐的时候 加鲁提出请黑杰克帮忙拯救超人类 说到超人类 黑杰克就想到了奇怪病因死去的理想 于是黑杰克终于肯定加鲁的意图了 加鲁没有直接明说 而是让黑杰克第二天去他的圣佐路研究中心 直接看患者在做解释 圣佐路研究所的全部支出 都是由布莱恩制药提供的 研究所里的高级医生 也全部与布莱恩制药有关联 而加鲁是布莱恩制药社长的养女 第二天 黑杰克一到研究中心 加鲁就给他看了弥诺克在快乐度假的视频 原来加鲁担心黑杰克不会妥协 于是绑架了他的得力助手 然后还先打了200万的契约金 给黑杰克 加鲁带着黑杰克看着躺在病床上十分痛苦的迪格拉斯 迪格拉斯的症状之一是严重的脱水症状 更加奇特的病症是病发时 连续性的每分钟出血50毫升 如果中止输血的话 他就会死 研究所里的患者一共40多位 17位死亡 全都是宫内的臭人类 其中有个奥运会短跑冠军艾伦 被原因不明的腹线和厌食症折磨着 三年前的艾伦本来只是个不安适适的农村女孩 却在两年前突然成为了奥运冠军 所以加鲁想请黑杰克拯救这些天才 现在世界上所知的超人类一共有1000多名 这是研究所所能查到的数字 而加鲁认为真正的人数大概是这个数字的10倍 所以所谓的超人类其实只是某种病态 这些超人类的脏器 神经 血液 连结和组织最终都会全部坏死 加鲁他们把这种病状命名为摩依拉 总和症 加鲁把脑外科的ID编入了黑杰克的小组 并给了黑杰克一位叫BD的一流麻醉师女助手 加入研究所的第一页 艾伦就死了 艾伦用他超快的腿对着病尸的墙壁重刺作弄死了 不久后 7号患者的心脏异常进卵 黑杰克要为他做开揪手术时 患者的心脏竟然直接爆炸了 黑杰克对摩依拉进行了粗步假设 患者都不是天生就是仇人类 所以假设是突然变异 使患者的到特殊能力的话 那就是肉体上的结构组织 最初到底是脑下垂底系所分泌出来的内浓素 内浓素大量分泌的话就能增强内内的集中力 并引发异常的能力 而通俗异动的解释就是长期处于兴奋剂的状态 而这兴奋程度是普通情况的几百倍几千倍 这种异常的荷蒙分泌常年持续的话 内增被破坏的乱七八糟也不奇怪了 黑杰克打算进行一场开脑手术 验证他的假设 这时有4号插座就可能要了患者性命的高懒度手术 在这场手术之前艾迪给了黑杰克一盘录像带 录像的内浓是加入指挥医生对活的患者进行开脑手术 但这手术都失败了 一位为活的患者被杀死 黑杰克看得怒不可二 他决定要让这种悲剧终止 新疆战斗集团MSG盯上了这个研究所 而艾迪竟然是MSG混起来的前细 艾迪拿到这盘录像就有了证据 MSG是为了那些被国家权力或者暴力组织所欺压的落者 而成立了自发性的民间组织 现在MSG占领了研究所 要保证对患者的公正治疗 加露紧期待着所有资料逃走 他逃走后去找会长 请教助长设下压力要找出兵 可是会长并不支持加露疯狂的计划 直接扯了他的职位 MSG与北美地区首领战斯顿 告诉了黑杰克他们MSG所调查到的内容 这些超人类患者在过去五年内 都和布莱安治药有不接触 患者都在布莱安名下的医院 诊疗过 治疗过 但是具体做了什么 这些患者都比够不谈 黑杰克对利格达斯进行了开毒手术 这场手术果然验证了他的假设 在利格达斯的垂体内 他拿出了新品种的病毒 这个东西被打出来后 利格达斯的身体恢复了稳定 但是 利格达斯无法接受 自己不再是超人类的事实 最终 过几个死 加露在之后联系了黑杰克 因为皮诺克还在他手上 所以黑杰克去见他了 这些超人类患者 都为加露研究的内容素剂有关 加露5年前研制出了药剂 当初为了使效果容易变嫩 尽可能挑选能力平凡的人 本来只签约了几十人 代策这个梦幻的新药 但是不止因何重途径 竟然变成了病毒传染了 加露并不放弃 他还是想研制出 可以一直复作用发生的内容素剂 便想跟黑杰克合作 黑杰克对伤害无辜人性命的加露 愤怒极乐 他要离开时 加露竟然做刚才黑杰克喝的酒粒 加了内容素剂 研究所的事情被曝光后 研究所里也加入了左右手 自动弄醉 紧急减轻 左右所说 这个内容素剂的由来 十六年前 有个遇难沙漠后 肆意逃生的塞车手米糕 在机器生完后 表现出精灵的车技 直舰 获得世界冠军 加露对米糕进行全身检查 发现米糕塞车时 内容素分泌过多 就与米糕在沙漠时 接触到了一种 霉菌一样的物质有关 于是 加露他们就去沙漠 寻找这种物质 并用其制作成了内容素剂 现在加露自己本身 也服用了这个药物 而作为一直照顾加露 二十年的分底 听从了会场的命令 要杀了加露 最为证据 可是加露却反杀了他 带着皮诺克离开了 其实皮诺克一直都知道 自己被携失着 所以一直尽量配合着加露 他其实超级想念黑杰克 加露由于喝了很多内容素剂 所以他的发病更加严重 痛苦的加露带着皮诺克 去了沙漠里建的工厂 而黑杰克与埃里 逼里也去了那里 此前黑杰克 已经大概了解到 这病毒是通过血液传染的 黑杰克听到加露时 加露开始吐血 因为内容素分泌的原因 黑杰克无疑也变成了超人类 他帮加露切除脑内病毒 只用了27分钟 脑汇上派来的人 把这座工厂给炸毁了 在一阵阵的爆炸声中 黑杰克冒了生命危险 帮着加露跑跑 不管他多么厌恶 这个做活体实验的加露 黑杰克都会拼了命的救他 哦不对 是拼了命的就有每一条生命 而真正的原因 是现在的加露 是他的患者 黑杰克代的加露 跑到了发现那种霉菌的地方 加露依旧在幻想者 制作出成功的内容素季的梦想 他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利益 而是认为今后的人们 需要这种新的能力 而粗的努力 但最后 加露还是被会长门人 给射杀了 此前 他做自己的名字叫 7101号 社会上的研究所 被射找出来的有30人 从小这30人都在一个 监狱般的地方接受教育 层层选拔 每年被淘汰的人 大概都被杀了 加露就这样度过了他的少女时期 最终成为了会长的养女 虽然等到最好的生活 但是加露的内心 却越来越冷了 加入此后 黑杰克的摩伊达症开始严重 病危时 被沙漠里的居民 给了普鲁士花的水给救了 最终发现 摩伊达综合症 就是由普鲁士花所含的病毒引发的 而这和病毒 长期共存的普鲁士花产生了抗体 所以黑杰克最终提取了 普鲁士花的职业 来治疗 摩伊达总和症的患者 而黑杰克继续当他的五周医生 故事 结束 关于黑杰克的系列 是早年的一个传奇 在90年代 能有这样的作品 真的是很当年钦佩的 而导演守种智虫 在这个系列所想表达的 就是对生命的探讨 以及不可无视生命的寓意 因为本来冤名叫守种智 因为喜欢昆虫 所以才加上虫字 做自己的笔名 也许也是因为喜欢昆虫 这对于成人来说 就是一种讨厌的生物 它们的生命 即使充满了渺小 但在守种智虫眼中 一样都是生命 它的其他作品 铁皮阿童木 反思了未来科技 和人类的关系 猴鸟系列 探讨人类的繁殖和传承 以及人性的本性 而关于黑杰克 这部作为大陆 最早引进的漫画之一 由于被七同珠 抢走了风头 所以即便到今天 也依旧还算是冷门作品 其实很多人都在网上 看到过黑杰克的解说 但是真正去看原片的人 怕是少之又少 黑杰克这个角色 也被人充满了争议 他是无病看症 这是违法 但是说夸张点 就是如果他看不了的病 那么其他人 估计也不太行 这么厉害的医生 就每次救人都会明码标价 而且药价不低 可在遇到病人 如果特别可怜 却又分文不取 他重视承诺重有情 最有趣的是 他对一种人给再多钱 或者患者表现得多痛 他都不会出手相救 那种人就是想死的人 只用黑杰克这个角色 对生命充满了敬畏 我是少年 又迷恋又可爱的 九星人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么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